国民党大安区立委的初选民调结果出炉了 由前台北市议员罗志强 以43%胜过对手中佩军的30% 以及杨永明的25% 不过可以看到这三个人的实力都非常的坚强 现阶段罗志强是积极的整合也寻求支持 毕竟在大安区的蓝银铁票仓难保不会生锈 看看向社范绿阵营的简舒培 苗博雅以及谢佩芬都是相当强劲的对手 因此对于罗志强来说 恐怕也是会持这样硬仗 刚赢得初选的罗志强 想和对手中佩军致意寻求支持 国民党大安区立委初选民调结果出炉 由前台北市议员罗志强胜出 直到喜讯后感谢支持者和对手 这场选战要感谢的人非常多 首先我还是要感谢我的两位对手 杨永明跟中佩军 这次的初选罗志强中佩军杨永明打得激烈 三人实力都很坚强 罗志强两家民调都赢 综合起来以43%胜过中佩军的30% 以及杨永明的25% 现阶段团结一致成了首要目标 我想恭喜志强兄也谢谢杨老师 从今天之后没有罗粉没有中粉没有洋粉只有蓝粉 那我想就是个人努力不够就是继续练功 我没有第二句话 大方祝福赢家只是三人都有一定实力 尤其杨永明深受知识栏支持 罗志强更得尽速整合 希望宗佩军跟杨永明能够一起来为我们这一次 不只是罗志强大安区的选举 也一起为我们国民党在这次的国会的选举 以及总统的大选 国民党得积极整合不是没原因 在大安区虽然2008年单一选区之后 国民党没有输过 但这蓝银铁票仓也不是没有生锈可能 看看范律阵营包括议员减书培 与上次选得不错的民进党国际部主任谢佩芬 以及社民党苗博雅各个都是强将 也让这场立委选战成了硬仗 接下来还有更艰难的大选 那民进党他的执政 他们靠国家的力量几乎是无坚不摧 所以这场大选我也不会掉以轻心 拼战2024大安区这局蓝银已就定位 就等绿营人选出炉 各就战斗未至 记者苏志杰 夏军成采访博导 制作者 夏军成采访华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